阿比亚亚拉这个名字在库纳语中的意思是完美成熟的土地或生命血液的土地 这是一个美洲原住民古纳 居住在位于现今哥伦比亚西北部之间的达里恩来地理区域 部落所使用的名称 巴拿马东南部自前哥伦布时代起就指美洲 这个术语现在被整个美洲的土著运动所使用 阿比亚亚拉一词自哥伦布时代前就指美洲 是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库纳人所使用的名称 现在被整个美洲的土著运动用来指称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人民居住的土地 阿比亚亚拉一词在库纳语中意为完全成熟的土地或生命血液的土地 指的是整个美洲而不是特定的地理区域 阿比亚亚拉阿比亚亚拉在库纳语中意为完美成熟的土地或生命之血的土地 是美洲原住民古纳人 居住在金哥伦比亚西北部之间的达里恩来谷地理区域 部落所使用的名称 巴拿马东南部自前哥伦布时代起就指美洲 现在被整个美洲的土著运动用来指称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 美洲土著曾经居住的土地 阿比亚亚拉一词对库纳人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他指的是他们位于金哥伦比亚西北部和巴拿马东南部之间的达连来的祖先家园 自前哥伦布时代以来 整个美洲的土著运动也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美洲 阿比亚亚拉一词代表了库纳人与其祖先家园的联系 以及他们作为美洲原住民的身份 阿比亚亚拉一词与现今哥伦比亚西北部和巴拿马东南部之间的达里恩来有关 因为他是库纳部落用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名称 阿比亚亚拉一词在库纳语中意为完全成熟的土地或生命血液的土地 指的是自前哥伦布时代以来 经哥伦比亚西北部和巴拿马东南部之间的达里恩间隙 阿比亚亚拉一词